长相思影视画传了好几年,都快溜成世界名著了,而主演阵容现在终于确定了下来,和网传的一样,女主是杨子,三位主要男性角色分别由张婉逸,谭剑刺,邓维主演,他们是现在娱乐圈正冉冉升起的几位流量新星,他们也都已经进组,定装路透也被爆了出来。 路透中,杨子身着男装,戴着帽子,长相俊俏,倒是蛮有几分公子哥的感觉,杨子这次的曝光的定装造型,是女扮男装的穿搭,虽然服装像是麻布袋一样没有任何的质感和高级感,反而更显造型的廉价,但是却十分符合剧中人物的形象。 不过减肥成功的杨子,却把这身穿搭驾驭得更显精致和帅气,所以不少网友都认为这样的穿搭可以更邋遢一些。 这一部电视剧经历了几次上线彻档,这一次终于空降上线,剧情也让很多的网友表示,真的是太甜了吧。 这一部电视剧近日在娱乐圈里面的收视率也是遥遥领先,很多的网友对于这一部电视剧的期待值也是非常的高呢,而身为这一部电视剧的男主角,谭剑次最近的热度也是非常的厉害。 长相思的情感关系非常复杂,有别于一般的古装剧,剧中三位主要男性角色都喜欢女主,而且各有各的优势与特点。 但这个IP有点让人担忧,因为长相思是以上古时期的神话人物为故事背景,上古题材的作品有别于仙侠剧,在市场上没有那么吃香,而且长相思是之前口碑很差的上古情歌系列作品,剧中女主小妖是上古情歌男女主的女儿,黄小明因为这部剧,口碑一度跌至谷底,对此,你们会支持吗? 感谢观看